1月23号武汉封城 大家都没有任何的准备 那明显的大家就会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的上面的问题 平时我是一名普通的心理工作者 在疫情期间我担任了很多的心理援助的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电话期上是蛮多的 在疫情期间找我来做心理咨询 其实上基本上都是以焦虑为主的 比如说我就拿普通的民众来讲 对吧 我的存款能撑多久 我会不会被感染 喂 听得到 我接到一位医护 可能压力比较大 就在电话那头哭 你想想穿上那么厚的防护服 进去几个小时不吃不喝 面对生死 面对病人的生死 以及面对被感染的风险 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我们呢 我们会更多的是倾听 其实他只要能够感受到我不是孤单的 他就能够有信心走下去 疫情期间的心理援助工作 除了线上的这个咨询以外 还要到方舱医院和隔离点里面去做 面对面的直接的这种援助 那天第一次进隔离点真的很害怕 赤鼻的这种消毒水的味道 每一位小哥哥小姐姐都戴着口罩和眼镜 分不出来谁是谁 我第一个来访者有一个婆婆 她就拉着我的手 然后特别多特别多想要跟我讲的 她已经好长时间好长时间没回家了 然后她已经七十多岁了 没有人可以跟她有过多的交流 她那一下握着我的手 特别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所以才让我觉得这样一份工作非常的有意义 封城这么久 七八十天 我自己也有想发疯的时候 一天又过了一天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特别的难熬 特别是我的工作 接触到大量的负面的能量 那我就会找我的心理老师 我可能约她的时间 打个电话聊一下 经过这次疫情之后 普通民众的心理吧 一定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 不管她是直接面对 还是间接的这种面对 但是她都是身处这个感受其中的 我们心理老师剩在一点光 希望这一点光慢慢和大家一起 会成巨大的一束光束 能够给处在这样一次疫情的人们当中 给你们带来一些我们能够做的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